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走遍了每一寸能走的地方 除非他挂在了天花板上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总是 总是选择观众喜的最佳位置 既能与讲台上的瞩目者心照不宣 又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的窃窃私语 一个 置身室内的绝佳观景为 或许我一直都想错了 他并不是为了报复村子 才创造了这场星体坠落 那是我们相遇的 幻境里的天空 从毛沙丽先生 他不是在天花板上 你当真了 我只是想开个活跃气氛的玩笑 是 在地下 夹着他的那本地下生存手册 他就在那间屋子的正下方 先去拐桥那里 你们真是太疯狂了 简直超出了我的认知 很抱歉 这是你不用和我一起来的 这时候就别再和我说这个了 不让我亲眼见到我姐 我真的会被自己的好奇心折磨疯 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才能硬生生挖出个地下室来 这你倒是提醒我了 鲁玛尔也有一部分 不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奇心 才做了这种事 他很可能在那次回乡架的时候 就做足了准备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了 我们要被踢出那个项目 所以 就是你刚刚推测的 他是为了亲眼见到那颗星星 才做了这种事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性 离开了我之后 他的神秘术支持 很可能全部来自于重塑之手 先走这边 他离开我的时候 精神就已经很不稳定了 这时候重塑那种组织 想要招揽他 几乎只要轻轻推一下 他这次 根本没打算 活着看完这场 住行节的流行雨 很难说 明知可能会跟他 同归于尽的咱俩 能比他强到哪里去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但有时 神秘学家的血 也就是这么神奇 这下咱们就像疯子开会了 不过 你临走之前 叫Mateoda的那个 是什么呀 是面对 库玛尔幻境的 唯一胜算 我在计算 最新灾害范围时 想到的 我就说你像这虎崽子 你那时候都没放弃 要给你的对数一口 那个方法 原本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我计算过 一旦增加更多的观测者 幻境就有可能坍塌 那是唯一一条 库玛尔不知道的理论 也是一条 未经过严格实验的理论 但我相信那个孩子 他确实是个天才 只希望 现在还是我们 孤注一掷的好时机 要我说 还说早了两分钟 什么 哈哈 看来是他留给咱的开胃前菜 哎 伟大的诗魄神啊 但愿您的拳头 打在我们身上 就像那些翠球饼一样酥 真不容易 喂 你看那里 底下果然是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